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吴磊 对这是新一期Vlog的开头 对这次的Vlog非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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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强 非常非常的猛 因为这次的Vlog工程会比较庞大 先进一段预告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 现在已经骑了11.3公里了 进行了29.3公里 所以我要怎么走啊 我试了 我试了 别人家里了 所以说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海南六向南 预告回来 现在预告回来就是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现在正在泉州拍戏 然后过段时间呢 我们要转场回厦门 然后转场回厦门 那一天正好是休息 所以我决定做一件 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从泉州转场回厦门的时候 骑车回厦门 对这是我最近GATE的新技能 也不是GATE的新技能 就是我最近爱上骑车了 对大概是90公里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骑长途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决定一会儿先去超市买点装备 已经有自行车了 我去买一件七星一 然后买个背包啊什么的 对加油冲 出发 哇小时候的最爱 哇全都是运动的产品 好快乐 OK我现在直接在逛一逛 买一点我想买的东西 OK我现在买了包买了衣服买了裤子 正面给小妹买了个飞盘啊 买运动装备太快了 因为本来是要明天早上出发 1790公里回去 然后但今天因为提前收工了 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先骑个30公里到40公里 然后中途找一个酒店可以住下 所以我现在临时决定现在现在就出发 此时此刻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16 我准备从我的酒店出发了 两个机器对照一下 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了 OK Let's go 现在没太阳了 换衣服眼镜换衣服眼镜 现在已经骑了11.3公里了 天也快黑了 还好骑的不是国道是城市道路 液起来是有点危险的 我看我现在距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还有多点我看一下啊 我看还有20.7公里 估计一个小时半吧 先骑到 哇 骑车太爽了 骑车太快乐了 骑车太快乐了 好危险啊 怎么这样 我现在已经骑行了18.2公里 然后现在中途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估计还有个 18公里也是16公里 17公里走的就可以到 今天的临时根据地了 所以在中途找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现在感觉 非常良好 变得孤单但是还是很快乐 我有我的头盔 头盔上还有我的Gopro 还有另一个机会 耶 还有我自行车 我自行车上面 正面也还有个机器 很快乐 去哪里啊 去哪里啊 还发现朋友们 我的近江市人民政府门口 我裂了 赶紧不要台阶上影响市楼 那这里休息一下 快了还有14公里 我沿着11大的走十几公里 OK 打开车灯 走吧 我们还有三公里 就要到达我们今天休息的酒店了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骑行了29.3公里 然后我现在要寻思寻思 周围有没有什么 好吃的好吃的东西 然后去吃点晚餐 然后就可以在酒店休息了 我已经到了 拿了房卡了 现在到了酒店 但是同志们 现在有一个很很严重的问题 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 就是 我跟你们讲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酒店附近 就没什么吃的 很惨 就是 什么吃的都没有 刚刚看了一下 所以说我待会儿还得出去议食 好像就是好饿 但是刚刚 就沿着街边一看 什么吃的都没有 我现在先休息一下 有点好呗 找到团结 嗨 嗨 对 我现在已经到酒店了 现在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 找点吃的 因为 刚刚看了一下 酒店附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然后现在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现在这一路 我都在跟我的 喉盔说话 我给我吹个开场上 潮汕牛肉锅的这个 非常鲜嫩的牛肉 配上我这个 蜜质的沙沙酱 我现在已经吃完晚餐 然后现在回到房间 洗完澡 换上睡衣 然后现在已经收拾完了 刚才 把我的自行车擦了一下 对 然后现在 整个睡觉了 觉得今天 虽然说今天骑行时间不是很长 只有大概 两个小时多一点点 然后骑行距离是34公里 算是后面的 就感觉今天 非常新鲜的体验吧 就是 就什么事不干 就光骑车这么久 还是觉得很放风 很轻松 很解压 然后真的很快乐 很舒服很爽 然后现在在一个 非常陌生的县城里面 在小小的房间里面 有一点点的 就觉得 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也不会觉得孤单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有我的 有我的小车陪着我 每个细节 就连洗个水杯 都有满满的幸福感 其心 在这段时间 你真的要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 明天 从这里出发 回到厦门的住处 总共是64公里 然后我准备上午出发 上午七段时间 然后避开 下午太阳最大的事 这是我对我们剧组 化妆师的承诺 就是一定不会晒黑 然后可能上午 骑两到三个小时 下午骑两到三个小时 然后最后到厦门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对 OK 鼓勒加油 明天 注意安全 充充充充充充充 感觉精神状态良好 睡得很饱 睡得有点睡过头了 然后头也没有很酸 一点点酸 外面今天天气 感觉非常的好 我觉得外面天气 非常的阳光明媚 非常的好 有碳水 有热量有舒坊 很重要 看吧 YBS 我还没有饱了 我还没饱了 我还没饱了 我还没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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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发了 出发了朋友们 好好吃 今天真的有冷酸 今天真的有冷酸 这是干啥呢 哎呀 可以买一风筝 感觉 我现在 得休息一下了 太阳太大了 太阳太大了 正中午 我现在在一个 小的集装箱后边 哈哈 自己休息一下 我爱你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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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到咯 我现在离我的目的地 应该还有40公里左右 但是我现在已经离开全州市 现在到下个阶点了 这个路太暴力了 下不去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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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问题 哎呦 哦 这个自行车道 这个路 走走走走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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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里变成这种路了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楞儿 我这高压胎很容易爆胎 如果不刹车的话 所以说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还是要谨慎骑行 慢慢骑 这段我就扛上车走 是时候车车香了 车车太香了 没办法 好丢 好丢 太香了 车车车车 一个人吃速度30个 太浪费了 太浪费了 这个人吃一点 我真的看了 不能看的 是不能看管 是不能看管理 老板 准备菜 五个冰菜炒蛋吗 是 我的冰菜炒蛋 鱼也 摩沛鱼帮了三十条 你们几个人啊 那你可能点的菜有点 我点的菜不是有点多 这一份菜也太大份了 天呐 我天呐 朋友们 我们现在决定再出发了 好吧 现在是下午四点 四点四点四十七 对 然后现在跟着出发 往回骑最后的三十多公里 冲 江河入海流的海 呼呼 好多人钓鱼啊 大哥今天钓到鱼了吗 今天钓到鱼了吗 没有鱼是吧 嗯 这是海还是河啊 算海吧 算海啊 这江河入海流呗 嗯 OK 祝你好运 拜拜哥 老板 我们 我现在在 在极美大学门口 正在休息 然后刚才补充了一点水分 然后把电池和卡都换了一下 现在准备继续出发了 还有最后的一个半小时的骑程 我每次路过鸡美大学都觉得很好玩 感觉是一个一所很有意思的大学 OK 我现在要继续出发了 换一副眼镜 现在太阳也没那么大了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摘掉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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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是走哪道 那道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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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没死 所以我要怎么走啊 你要去海鸡开放吗 我不是 我是直走过桥去那边 是可以骑车过的吧 可以 OK 就吧 等一下那个车要过来了 现在过是吧 对对对 好嘞 我太下门了 好美这条路 啊 好漂亮 可以吗 帮我拍个照吧 可以吗 可以吗 它太美了 它太漂亮了这儿 我从泉州骑过来的 泉州 啊 厉害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OK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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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太好了 好 这个大哥后面骑着 好 走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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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真好 大哥背着一个重俱园 专门背的包 来自三不送 刻板 刻板 刻板的 任职 大哥好帅 大哥的小腿 有弯那么粗 强劲有力的小腿 感觉可以 秒杀我 OK 还是都小路了 路口右转 前方路口右转 前方路口右转 前方路口左转 这颗路 真狠 这路确定是能走的吗 太狠了这个路 这导航太狠了 这转到别人家里来了 这转到别人家里来了 不对不对有问题 帮我走阶梯 过这个桥 然后就到桥到这边 哇这桶好厉害 这是什么 这两首位的吗 还有紫园 飞机场的信号台 还是什么 照明灯什么 飞机好像都是沿这条路飞过来 来了来了来了 我现在正好就在飞机降落的航线下面 然后现在正好有一架飞机在缓缓的朝我这个方向飞过来 我还有三公里就要到了 最后的三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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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八点十九分 然后我已经顺利到达了我在厦门的住处 然后现在冷静下来 我仔细的回顾了一下 这两天的细心之旅 我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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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有遇见很有意思的人 有看见很美丽的风景 也有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怎么接下来还是很快乐 其实一个人起长途真的还挺挺寂寞的 你要跟各种东西去抗衡 你要去跟风抗衡 你要去跟天气抗衡 你要去跟各种坡 各种不同的路况去抗衡 我没有这个坡 怎么这么多坡这个道 啊 啊 终于下坡了 啊 烈了 生活啊 就像这次骑车一样 虽然顺度的时候很快 就顺坡的时候 哇 往下转的快 但其实也很危险 你要抖的适当节速 而且爬坡的时候 非常的费力 使劲的灯一下又一下 有时候会想登道放弃 但你还是得一步一个脚印 不停的去踩 不停的去踩 你才能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坡 OK 唠叨了很多 然后作为这期的结束 最重要的还是那一句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大家 如果觉得骑行事件好玩的事情 可以适当的去骑车 做运动 减少也可以减少排放什么的 但是 像这样骑长途 其实还是一件比较危险 而且需要一些专业知识 和一些储备的一项运动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随意的模仿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 有一天 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有了驾照 或是你已经有驾照了 千万 不是千万 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在自行车道上面停车 因为真的会很影响 我们这些骑车的人 对 而且这个 不是我的担交通规则的 对 OK 这样 就这样 最后 我的小车车 和张艺 结束今天的这次的Vlog 耶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的骑行很顺利 下次见 拜拜